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早何柏良總監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提到 香港肯定已經出現了社區爆發 他認為特區政府 應該馬上採取戒嚴級別的措施 阻止再一波的爆發 否則香港就會變成另一個武漢或者意大利 到底何柏良總監提出了什麼建議呢 首先他建議特區政府 暫時取消酒吧和分宴場所的牌照 同時舉例說外國也禁止了兩人以上的聚會 另外他又贊成縮短公共交通工具的班次 而市民去食物方面 應該購買外賣代替堂食 何柏良總監強調 即使98%的市民都合作 只要有1%至2的害群之馬 繼續不負責任地外出社交 最終可能要由醫護人員和其他市民條命來找數 何柏良總監也批評 特區政府的措施緩慢 疏漏不斷 落後形勢 對規管入境者的措施 拖到19號才落實 變成了一段空窗期 在這段期間 大部分人都沒有接受到隔離 相信近期出現的社區爆發 跟他們有關 這些建議我大部分都同意 我再說行政會議成員林靜財 到底有什麼建議 他今天出席港台節目的時候 說 單靠自律和勸喻 未必有效 我也同意 只要小部分人不合作 已經可以引起社區爆發 他就說 以近日的個案作為例子 那些人經常都去酒吧 婚宴也持續有小型的爆發 而婚宴比聚餐的時間更長 大家因為開心 情緒高漲 賓客就一起進食交談 全部都屬於高危活動 我對於林靜財醫生你這番的說法 全部都同意 但是作為一個特區政府你應該是更具前瞻性更具先見之明 就不是把那些措施 局限在某一兩個行業那裏 因為你看到那些個案 又婚宴群組又酒吧群組 所以你就對這某幾個行業 就有些特定的措施 對的 我也不會否定你 這個是對的 但是你最好的辦法 是什麼 是一刀切 否則的話 你只是限婚宴限酒吧有鬼用嗎 其他的市民如常上班 其他的社交活動 繼續進行 你變成是達不到目的 錢你就花了 時間就用了 那你有什麼作為呢 你最好的辦法就是 就是一刀切 全港的經濟活動 停擺十四天 除了超級市場和便利店以外 全港的打工仔女 停工十四天 除了必要上班的人員以外 就由你特區政府 代所有的企業 向這些員工 滋身 代出糧 你一定要這樣做 你就可以補就業 補企業 而且又做到防控的目標 啊 至於在這段期間仍然要上班 那些不就很吃虧 你就額外再補貼 是不是 你特區政府大把錢 多餘真是 4.6兆 4萬6千億的財政儲備 加外匯儲備 你養兵千日就用在一時 現在你又不用 過去大半年又用緊急法 又這樣那樣 現在就全部站在這裏 我想請問你這些東西 不需要再請示北京了 這些東西又不需要向中央政府稟布才做 這些是你特區政府 完全就是你特區政府的自治範圍 你應該好去做 經常靠呼籲靠自律 如果這樣也行 就不需要有法律 更何況 長痛就不如短痛 這14天的經濟損失 就非常之有限 但是如果好像你現在這樣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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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又停有些又不停 公務員又在家工作 其他人又繼續上班 根本上就無補於事 你做任何措施 你一定要有效果 你有效果就一定要大刀闊斧 就不能像現在這樣 做點又不做點 好像有所忌諱 麻煩你要做 實際就這樣做 14天就14天 好過現在這樣無了期 對不對 還有你在做這些措施的同時 你就要限制所有的非香港居民入境 就可以堵截所有外來輸入的個案 你說基本法保障了香港人有出入境自由 對香港人可以繼續 來出入境 但是你出了境以後如果再入境的話 麻煩你就是一定要強制隔離14天 就一定要去中心 不要回家了 這些是多餘的 全香港有這麼多的酒店是空置了 拍烏鷹全部在那裡養昆蟲 是不是 養禽盧斯芒 好了不如由你特區政府正用這些空置酒店 那些房間 所有入境香港的人士 麻煩你進去住14天才出來 你這個就使得香港市民會比較安心一點 就不是好像你現在這樣 做點又不做點 船頭驚鬼船被驚賊 可能怕民意反彈 怕影響選舉 怕這個怕那個 九十幾萬樣東西 考慮 你要做的 現在 你再不做你再拖幾天 萬一真的大爆發的時候就遲了 我們從一月開始呼籲到現在 現在開始有些專家都出來說了 現在甚至乎英國首相 約翰遜就正在做 當然你特區政府就有很多考慮的 比如說 怕做完這些大刀闊斧的措施以後 萬一繼續再有社區爆發 豈不是民意又會反彈 你不可以再想那麼多這些東西 你做了才算 14天不行就21天 21天不行就28天 如果特區政府的錢是多的事 你就絕對不怕去花錢 喂 你最緊要是甚麼 健康第一 政治的甚麼 全部拼在一二邊 你特區政府 整天想壞了這個死人 經常把防控工作和9月的選舉聯繫起來 眼前的功寬你都未做得到 想這些東西 你就不見你那麼長遠 那麼有前瞻性 想選舉 你們一早想定 浪費 好了 說說另一件事 昨晚政府發言人就說 自從3月19日至22日 執法部門通過電子監察系統突擊檢查 發現有五個人擅自離開居所 其中有兩個人 更加只是剪斷了那條電子手帶 警察已經全數截獲了五人 並且積極搜集更多的證據 被陸政司考慮提出檢控 這五個人就會送往中心睡覺 不要回家 另外警察在行動中發現另外36個人善離家居 已經向他們發出了通緝令 並且會繼續搜尋他們的下落 據知警方昨天已經拘捕了四人 包括住在樓浮山的19歲樓學生 以及另一名住在九龍塘的16歲樓學生 我們一早就已經判斷了你特區政府這套電子手帶系統 是形同虛設有等於無 到最後都是掃諸在那個人的道德操守和自律性身上 是沒有作用的 因為現在你的電子手帶其實很依靠那個震震機一震那一刻 他就拍個QR曲給你看 大家在偷雞在搏懵 你震震機一天震一次 這麼多人是不是 你也沒空對著同一個人震十次 好了我當你震他十次 他震完以後 不會第二分鐘又震了 那麼他就可以拼搏去偷雞下街玩 可以去茶餐廳吃東西 可以出去呼吸空氣 這樣那樣 在社區那裡走來走去 你能防止他嗎 現在你抓到三十六人 純粹就是你上門拍門 砰砰砰砰砰 那一刻他不在 他愚蠢而已 是不是 如果他剛好在家 那又過了骨 所以告訴你 是浪費 你靠市民的自律性 是浪費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 是不自律 你都可以足以構成很嚴重的後果 你這個措施不可以靠自律 所有人一定一入境 就要困在酒店那裏十四晚 睡十四晚才好出來 那你就包補是萬無一失 為什麼搞到現在這樣 人人出街就提心吊膽 乘巴士坐隔壁的人都不知道 有沒有手帶 是不是真的多餘 這些措施 唉 浪費 我們說說另一件事 目前澳洲和加拿大就先後宣布退出東京奧運 加拿大的奧委會就說 除非東京奧運延遲一年舉辦 否則 如果你今年如期舉行 我們就不派任何運動員去參加 沒有東西給得上運動員和國際社會的健康和安全 更加重要 說得好 這個加拿大奧委會 澳洲奧委會也說了 鑑於安全形勢 無法組團參加東京奧運 澳洲總理就說了 我們澳洲現在已經完全禁止了來往世界各地的航班 我們認為外交部和貿易部的建議非常明確 現時所有澳洲人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沒有東西給得上這件事更加重要 這些說得好的也是要鼓掌的 因為說得不好的我們就要批評他 說得好的就要賺他 這個才是是其是非其非 至於日本的首相安倍晉三 本來就說 奧運會以一個完整的形式舉辦 即是說一定會有延場觀眾 而不會閉門作賽 但是似乎你這個完整形式 就泡湯了 不僅是那些旅客和觀眾 沒什麼 而且運動員都不來了 所以他就開始放軟口風 今天有報導指出 安倍在參議院的預算委員會上表示 如果奧運真的無法以完整的形式舉辦 就不能不推遲 但是肯定就不會取消 而國際委會的執委 在星期日的時候也開了一個緊急會議 就說取消東京奧運 不在議程之上 現正在考慮延期 預計在未來的四個星期 就會有決定 到底 將會如期舉行 還是延期一或者兩年 我相信 根據目前形勢 逐止明朗的情況下 就是延期居多 因為安倍晨祖說 要以一個完整的形式舉行 是在說觀眾 他沒有考慮到原來有其他國家的運動員 是為了安全理由 連金牌也不去爭 現在人家真的這麼決斷的時候 安倍再堅持下去 就只會令到東京奧運 越來越失色 好了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